字幕提供 Hello 我是蒙一言 為了我自己的理想 我好像不理其他人 其實監製給了很明確的性格 就是笨蛋 因為他經常要我做一些很笨的事情 又或者這次是黑色喜劇 所以有些真的跟以前不一樣的表演方法 我覺得都挺有意的 那個人搞不定的 他經常為了自己的夢想 好像…所有事情都很自我中心 就是因為他為了這個夢想 令他跟他太太的關係越來越差 我決定拿出我們的錢 買回Tag1-1的股份 你怎麼跟Tag拆火? 我不想再跟他爭辯 再這樣下去,他搞壞1-1的品牌 但是你一個人搞公司 哪裡有這麼多錢? 賣一間村屋 我們那時候慘慘慘地賣村屋 就是想如果升少少賣 賺到少少錢 還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對吧? 其實我沒有特別做功課 因為喜劇不可以做太多功課 如果你做很多功課 做出來的事就未必好笑 但就好看我和我的對手那種 合不合 安仔就是一個 第一天拍已經覺得有一種 他怎麼給我,我懂得怎麼接 然後我給他,他又懂得接那個感覺 在TVB遇到最強和最舒服的對手 他走了整個星期 我懷疑他不是扭我 他是外面…外面有另一個 我… 千萬不要被人影響到你 女人是扭靈一下的 給點時間吧,他很快回來的 都不跟你說這麼多了 早點睡吧 明天事情結束就沒事了 晚安 晚安 整個蒙一言和吳宗的那個… 我可以說一點好像基情一樣 是很純粹的,好像兩個小朋友 我經常抓那件事就是 兩個大男人如何找回 最原始、最基本小朋友的情感 我覺得出來的效果是… 監製也挺喜歡,挺有趣的 你別以為我們每個人都在遷就你 你就是女王,你就是公主 才行不行? 什麼叫亂名戶口? 是我和你的名字,錢不是你的 是你的,是家裡的 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我是由非而非 我知坑色劍 都是為了幫老公達到她的夢想 其實你聽到她的英文名字 她一個很喜歡自由 很喜歡環遊世界 很喜歡…我覺得是一個挺少女 很喜歡看浪漫片的一個人 在英國回來香港 為了她老公 也和老公的家人一起住 我覺得她也犧牲挺大的 很愛這個老公 之前沒解釋過很多次 髒的衣服才用洗衣粉 不髒的衣服就用洗衣液 環保人家不會傷心 那你就不會弄壞我的衣服 不用再說了 洗衣服應該是你洗的 我這個老公已經為了你環保 環保衛 你坐上一機衣服才洗 我跟你說過 第二集尾之後,我已經失蹤了 Sean她又會失憶 剛剛她的失憶階段 就在24小時內 她不記得這24小時發生什麼事 這24小時的時候 其實她又被綁架 我有拿一些贖金去救我老公 然後我就不見了 那發生什麼事呢 這次很開心 John哥是做我爸爸 其實從小到小都看他的戲長大 那真的叫他老爸 他又叫我兒子那時候 那種感覺 我覺得不用染 在失憶24小時內 我的名字叫蒙君瑞 家裡有兩個子女 兒子是譚俊賢 女兒是劉詩熙 因為我盡量希望幫兒子和女兒 但他們覺得有多事 其實幾現實的 做不是那麼容易做